從小就熱愛閱讀的藝人曾寶儀 體會到閱讀是認識世界的一把鑰匙 因此受邀家福基金會 擔任無窮世代計畫傳愛過好年愛心大使 號召社會大眾捐款支持 在歲末年節之際 給孩子一份珍貴的生命禮物 幫助他們穩定學習傳愛過好年 其實我覺得閱讀真的是我 進入這個世界一把很重要的鑰匙 我記得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因為爺爺奶奶都會送我們小朋友 想要說學點才藝嘛 就叫我們去學鋼琴 可是小時候真的很不想學鋼琴 因為很無聊 一直在那邊彈鋼琴 彈鋼琴 可是我們鋼琴老師真的很厲害 他那個時候就訂了那種 一個月會出一本的中國民間故事 比方說一月中國民間故事 二月中國民間故事 三月中國民間故事 然後他就說寶姨 如果你有來上課的話呢 每個月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讀喔 然後為了那一套 一到十二月 我就多學了一年鋼琴 哇 然後後來我才意識到說 其實我不是真的想學鋼琴 我是想要把那套書看完 然後老師又訂了另外一套 我忘記是什麼 中國成語故事 也是一個月出一本 然後他又多收了一年的學費 我覺得這老師真的很厲害 可是我覺得就是那個時候 開始明白 我真的好喜歡看書 然後因為我覺得書裡面給我一個新的 新的世界新的故事 那個不是我們打開電視可以看得到的 中國民間故事非常的天馬行空 然後神話什麼的都是 有些是跟我們的習俗有關的 然後有些是你根本想像不到的 曾經存在過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開始覺得說 我好像真的蠻喜歡看書的耶 首先我想跟他們說辛苦了 挺不容易的 就是在年紀輕輕的時候 可能就要想得比大人還要多 其實真的蠻不容易的 但是我始終覺得我們這些大人 到底能夠給孩子們什麼樣的禮物 或者是分享 很多雖然我沒有生小孩 但是我的朋友也會問我說 保育保育 你覺得對於孩子來說 有什麼東西是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一定要培養的 我覺得 第一個 我希望孩子們能夠養成運動的習慣 不管你有錢沒有錢沒關係 養成運動的習慣 學會照顧自己的身體 你的身體就是你這一輩子最大的本錢 如果可以的話 學好一個外語 這個是你跟世界溝通的方式 最後的最後 孩子們 珍惜閱讀的機會 看幾本好書 我覺得 養成閱讀的習慣 真的是一輩子的生命禮物 因為它會讓你即使離開學校了 你還是持續的在學習 你還是能夠持續跟上這個世界的脈動 你還是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所以想跟家父的孩子們說 雖然說加油有一點Cliché 但是 對 辛苦了 然後台灣真的有很多大人在支持著你們 所以陪伴著你們 那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度過一個好年 新年快樂 喜歡閱讀的小芸 為了加強英文詞彙和繪畫技巧 積極主動查閱書籍 週六也喜歡參加加福課服班 隔代教養的小萱和小琴姐妹 由奶奶照顧 雖然重視孩子們的教育 但卻無力指導課業 加福提供資源與獎助學金 幫助姐妹倆持續學習 親愛的阿嬤 謝謝你的照顧 每天辛苦的工作 讓我每天開心的生活 生病或受傷的你都會帶我去看醫生 還是我發現一些有困難的事情 你都會幫助我 還有你煮的菜都很好吃 親愛的奶奶 感謝您的照顧 還有現在的我們 雖然你很忙 可是你還是會帶我們去玩 還有我們發生什麼事 您都會幫我們 謝謝奶奶的恩愛 貼心與照顧 最後祝您幸福健康 才美百歲 在加福基金會公布最新 若是兒少閱讀資源與習慣調查中 有近八成兒少喜歡閱讀 並從閱讀中精進學習自我探索 然而卻有近五成孩子 因為環境限制 無法取得學習資源 其實教育對於很多弱勢家庭的兒少而言 它真的是翻轉人生 跟脫皮的主要的途徑 閱讀當然是一個學習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其實加福基金會在超過七十年的服務歷程當中 已經幫助了非常多無數的兒少 透過閱讀的這樣的一個習慣資源的挹注 讓他們獲得了很多的成長 那我想特別是我們加福基金會 在這麼多年來當中 其實運用了很多的學習資源 包括了獎助學金還有閱讀書 還有等等我們很多的一些提升服務的方案 我們盡可能的去幫助我們的很多孩子 能夠好好讀書好好的生活 但我們可能政府所公布的一個數據當中 我們有加福有將近一半的家庭 他們的月收入是不到兩萬五千塊 是在政府公布的每月工資以下 我們有看到我們的家庭孩子當中 有超過九成的孩子每學期的閱讀 就是能夠購買自己的課外讀物的一個經費 都不超過六百元 這對很多家庭孩子來講是很難想像的 我們無窮世代的募款目標是七千萬元 今年其實還有很大的一個目標需要達成 我們期待我們透過社會各界 共同的努力跟呼籲之下 重視我們閱讀的這樣的一個資源 讓我們很多的孩子 弱勢孩子能夠好好讀書 好好生活 傳愛過好年 即日起單筆捐款滿兩千元 就可獲得由家福孩子繪製的 好幸福眉森杯套組 限量兩千組 號召民眾發揮愛心 為弱勢孩子啟動閱讀力 記者聯繫會 台北報導 讓我們落實而上 都可以